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新闻内容 立法会被输注研究发言 月入少于1万元的低收入住户当中 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比例 25年之间倍增至7成4 有近40万户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增幅惊人 政府需要正视 以免延行的福利政策 给人一种养懒人的观感 今届政府强调要精准扶贫 定出辅助劏房户等三大目标群组 立法会被输注利用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了解低收入住户状况 发言2021年有53万4300个 月入低于1万元的低收入住户 比1996年增加超过16万户 当中非从事经济活动 即是没有就业的比例 由33.8% 倍增到74.1% 有396000户 其中有157000户并不是长者 估计大约20万人是处于工作年龄 但是未有投入劳工市场 四成人即是81000人 是料理家务者和提早退休人士 研究发现他们的同住家人 没有儿童、长者或者需要照顾的人士 研究说有关住户没有就业收入 政府的恒常现金福利 占他们总收入的比例 在25年间明显上升 有扶贫委员会前成员认为 政府要正视问题 这个数字出来 我想无可避免给人感觉到 现在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 可能就像一些人的评价 会不会养懒人的情况 即是尽快去研究一下 这一批不从事经济活动的朋友 究竟什么原因不做事 因为可能这些朋友 有一些可能是家庭主妇 有些是少数族裔 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的自身能力 也都是譬如可能语言的问题 他们学历的问题 不要让人觉得我们的福利制度 是帮不了最需要帮忙的朋友 立法会研究说 如果能够深入了解相关人士 不投入劳工市场的原因 协助他们克服障碍 能够为本港释放一定数量的潜在劳动力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印尼政府计划将家庭用工的部分接付费用转嫁给香港雇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 反对增加本港雇主的负担 他会约见印尼驻港总领事 新措施下 本地雇主聘请新来港印庸 整笔中介费要超过两万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说 已经向印尼方面表达严正立场 并会约见印尼驻港总领事商讨 任何改动都好 不应该增加我们雇主的负担 也不要影响印庸来香港工作的机会 我们希望印尼方面 可以找到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而且我们都会清晰表达 任何的措施都不应该 只是针对香港的 应该要一事同仁 印尼前年曾经试图向台湾和新加坡 推行类似措施 但两地政府反对 最终未能实施 有本港雇主说 两地会限制外用输入人数 因此可以更强硬 因为我们是小市民 最后都一定是靠我们的政府 来跟对方的政府 我们都要尊重对方的政府 他们的意见 但一定要是由双方政府 大家都同意的事 然后推出 就不是说刻意一是单方面 至于开拓更多外用来源方面 容马珊怡说 曼加拉积极寻求当地用工来港工作 也尝试了解人容受欢迎的原因 孙玉涵说 会尽快约见简布寨和曼加拉 在驻港总令事商讨 无线电视记者 校长门线等等 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 第三次开会审议 校长段崇智三次都缺席 我亲自书面强调要求校长出职 校长也很快回应了我 他说他今天和昨天其实有一个病假 见到校长其实前日 也接待了一些行政会议成员 在2019年当另外一间大学 香港大学的校长 他力劝同学不要表达意见的时候 使用暴力 我记得中文大学的段校长 也请了应该有两个星期的病假 我不明白为什么逢有事 要来到立法会 校长就会病的了 就是很有趣的 如果这样的情况病得那么紧要 究竟他还适不适合做中文大学的校长呢 中大回应查询的时候说 段崇智在立法会作邀请之前 已经安排星期四接受医疗程序 并按医生的建议休假 至于草案其中一个争议 是应不应该维持三席立法会议员校董 有议员要求校董会表明立场 结论就说 为了我们在精简整体人手 请立法会考虑 有没有需要 有没有空间 在这三席里面 作为一个审视 其实一个是很客气的方法 很远远方法 请立法会考虑 三席有没有空间可以削减 有份提出修例的校董张宇人说 议员校董有大量工作 例如要监察中大医院的财政 要三个议员分工 对任何人花纳税人的钱 我们都有责任 法案委员会完成审议草案 案程序 立法会10月复会之后 会交内务委员会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在这儿 中澳关系有进一步回暖的迹象 中国明天开始 终止对进口的澳洲大麦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澳洲表示欢迎 也都期望化解和中方 在葡萄酒的贸易争端 在北京商务部说经审查裁定 与中国大麦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对原产在澳洲的进口大麦 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已经没有必要 决定由星期六开始终止相关征税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中澳关系过去几年持续紧张 中方2020年5月开始 对澳洲大麦征收80.5%的巨额关税 为期五年 亦先后限制澳洲煤炭和葡萄酒入口 澳方之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到总理阿尔班内塞去年5月上台之后 澳中两国关系开始有解冻迹象 中国先后恢复入口澳洲煤炭、木材 今年4月双方就解决大麦贸易争端达成协议 中方同意加法检讨对澳洲大麦征收的关税 澳洲就同意暂停在世贸组织的相关申诉 对于中方提早终止对澳洲大麦征收相反税 澳洲表示欢迎 澳洲贸易部长法律以期望 以今次解决大麦贸易争端为难本 化解和中方在葡萄酒关税的争端 无线电视记者昨日三报道 南韩连续两日发生持刀伤人案 大田市一间高中一个男人用刀刺伤一个老师之后被捕 事发在距离南韩首逾139公里的大田市 韩联社报道 当地朝早约10点 一名年约20多岁的男人 到一间高中自称是救生 先到教员休息室找出受害人 但知道他正是上货后 趁他步出货室后将他刺伤 之后逃去 警方在案发后大约两个钟 在距离学校7至8公里外的街上 拘捕疑犯 而被他刺伤的49岁男教师昏迷 宋远救治 警方指疑犯等男教师离开货室先行空 相信两人是认识 这个是当地第二日发生袭击案 星期四在京基道成南市一个地铁闸附近 一名22岁男人开车冲向一间百货公司前的行人道 撞伤途人 自由在商场无差别用刀袭击民众 造成14人受伤 疑空最终当场被捕 当地传媒报道 他患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 和迫害妄想症 向警方作公时候说 一直被人跟踪 骚扰 甚至被追杀 南韩总统韵石穴表示 就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 已经指示行政安全部门 动用全国所有警力 避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杨子文报道 有时一会儿 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湾仔一间火锅店 有卡式石油气炉爆炸 三个顾客受伤 有专家估计 当时两个气炉一起用 不过使用不当 引发漏气而爆炸 事发之后 看到有卡式石油气罐爆裂 一个卡式石油气炉在桌面连接着一个气罐 桌面布满杂物 中午近一点 湾仔姐飞到这间火锅店 有卡式石油气炉爆炸 同桌20岁和24岁男女食客 分别手、胸和颈受伤 旁边一个女食客因为以名不识 全部清醒送往绿敦治医院治理 基电署和食环署人员 事后到场调查 检走多个炉具 涉事火锅店属于连锁集团 有超过10间分店 而涉事的分店事发之后 已经落闸暂停营业 全华二波方一间火锅店 去年8月亦都发生同类事故 两个女食客面部受伤 当时桌上放了两个卡式石油气炉 今次涉事火锅店 亦都见到部分桌同时放了两个炉 有专家估计可能其中一个炉的石油气差不多耗尽 起不了火 但残余的气体继续泄漏 而旁边另一个炉有名火就产生爆炸 当你一个炉在旁边是着火 另外一个炉它是武器 而熄了它不是代表净武器 只不过那些气不可以燃点 它一路一路漏出来 而它熄了火 在打哪个炉的人聊天 它可能不知道 而旁边的炉仍然在着火 到它一路流气出来的时候 去到某个炉头就好像抢火的形态 就在那个位置爆 让空的罐就会爆开 它建议市民每次使用同类炉具的时候 必须确保炉具保险制已经锁上 换气的时候也要检查新的器官 重量是否有异常 如果较轻就最好不要用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个人资料指引专员公署 提醒家长在网上发放子女的照片之前 要考虑有没有不良后果 也都要征诚子女的意愿 不少家长都会将子女的生活照发布至社交平台 但是有什么要留意呢 如果你说是一些私密的照片 或者是将比如说去洗澡的时候全程的多 这个我们就觉得有问题了 他说小朋友可能因为这些照片而被取笑 甚至被欺凌 任何东西你放了上网 基本上就好像扔了出个公海 就算大家来到私隐专员公署投诉 我们帮你删除了有关的 比如说上载的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在我们没删除之前 可能已经被其他人下载了 或者是保留了 或者是转载了 有家长表示 发布相片之前会问一下女儿的意见 我发朋友圈的话也会给他看 就是他觉得可以的我就会发 如果他不愿意发的话我就不给他发 我个人的话不太会在朋友圈去发小朋友的照片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隐私 出于对孩子就是安全的话 各方面的考虑吧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出单张 提醒家长在社交平台 分享子女的生活点滴的时候 应该先停一停 想一想 无线电视机者彭永熙报道 流感个案持续 有私家医生说 目前只得一家药厂供应疫苗 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去打针 否则9月开学会有爆发风险 社区近期不少人感染流感 甚至出现重症死亡 一个25个月大的男童 染上H3夹型流感之后 诊断为儿童急性坏死性脑病 并发呼吸衰竭之后死亡 生前并没有打流感针 已经是第四中儿童流感死亡个案 有私家医生说 留意到上个月中至今 有不少求诊病人染上流感 不少是未打针的小朋友 大部分症状是发高烧 周身骨痛 甚至有些有肺炎症状 需要转介到医院 这个年度的流感疫苗计划 由去年10月开始 有私家医生说 目前只剩下一家药厂提供今季的流感疫苗 月底亦停止供应 如果错过了 就要等到10月才有针 我们都担心 如果来到8月中至尾 开始幼稚园或者幼儿园都复货 还有又开始小学 9月都开学 如果我们感不懂这个流感 可能一直会延续 带到到9月 新一季的针 其实要到10月才开始 所以在8月至10月这段时间 其实如果有保护的话 其实都是打上一季的疫苗 都希望家长如果是 都可以尽快和小朋友 或者长者接种疫苗 他说目前仍然可以订针 一般落单之后 两至三日会度货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得 民建联指保安局同意延长 连堂香园为口岸的通关时间 晚上11点才关闭 将会和内地部门商讨落实 保安局说会积极和本港 以及内地的相关部门商讨 在进一步便利市民和旅客的前提下 案实际的需要考虑 是不是需要调整口岸的开放时间 连堂香园为口岸 至到晚上11点 会就着这个方向 是会和内地口岸等的部门 是去商讨正式启动这个程序的了 不少的市民都跟我说 就是现在可能一些跨境学童 早上如果7点才能够开关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有迟毒的情况 而晚上10点钟也都会有很多人说 吃完饭都要赶着回来 民建联也都建议 将现在晚上10点半关闭的 六马洲支线管制站 即是福田口岸 延长至凌晨零时 刘国芬说 向运输及物流局和港铁表达之后 他们都愿意配合 港铁说到其实在技术上来说 对于他们就着将 六马洲支线那个站 是和来湖站 是看齐到晚上12点 他们是没问题 他们是可以做得到 当如果保安局 和内地一旦是谈好了 福田口岸 是真的要延长时间的时候 他们也是可以随即 即时配合得到 是将六马洲支线 这个站的服务时间 是延长到12点的 民建联认为 下一步应该将连堂香原围 以及深圳湾口岸 都改成24小时通关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不道 在疫情期间 转移到新加坡的 邮轮海阳光普号 春年年底会在香港重设武港 无共识黄加加勒比说 一直以回归香港市场作为目标 时间一年多 海阳光普号重临香港 第一条底港的国际航线 来自新加坡 五千多个旅客会逗留两天 未来两个月 也会陆续有航线逃经香港 而明年12月起 邮轮会再以香港为武港 提供七条航线 来往越南和日本 去年年初因为新冠疫情 邮轮一度转到新加坡 武公司黄加加勒比透露 去年12月已经开始准备 重返香港的决心从未有变 香港一直是第一个选择 新加坡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它也是国际市场 我也有其他市场的市场 例如印度市场 马来西亚市场 印度尼西亚市场 但是所以这些市场 跟大陆对香港的支持 是不可比拟的 从香港 我们提供的产品 是真正是国际的 这是香港的一个区别 这样的产品 不光是国际客人喜欢 香港本地游客喜欢 大陆游客也喜欢 旅划局说 目前已经有18间邮轮公司 合共166个行志 确定有邮轮今年访港 回复到疫情前的七成六 多个旅游相关行业 仍然未完全走出疫情阴霾 但是邮轮公司来说 反而是机遇 航班不是那么通常 availability flat availability ticket price visa process 对吧 太复杂 所以就是 很多人就put it off 对吧 但是邮轮就是 它能解决这个问题 疫情前 我们跟resort hotel相比的话 我们大概是比它便宜 15% 现在是便宜25% 海洋光谱号楼高16层 设有超过2000间客房 载客量达到大约5600人 除了球场 游泳池等一般游轮 备有的休闲设施 外号刺激的乘客 可以体验冲浪 以及甲板跳散等等 这辆轮的特别之处 就是乘客可以在这个 全玻璃建构的观景仓 360度这样 由海拔300尺去腐陷海景 无线烈士记者 札娟文部导 有时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内地东北地区大范围降雨 黑龙江连续第三日 发布最高级别的 暴雨红色预警讯号 境内两条河流预料将会出现 超过50年一遇的洪水 而财政部和水利部宣布 撥出4亿5000万人民币 支持经津企地区的防顺救灾 黑龙江省近几日持续降雨 在茅丹江市二站临墙 多栋建筑物被洪水包围 不少只剩下屋顶暴露在水面 而全省截至星期五上午11点 有685个气象站录得超过100红米的雨量 头8个降雨量最大的地方 都是位于南部的五常市 超过2万名居民需要疏散 而当地亦都是内地知名的水稻种植地区 有农民说现时正值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 今年有可能零修成 多条河流超出境界水位 哈尔滨市境内两条河流 预料会出现超过50年一遇的洪水 其中蚂蚁河位于上至市的堤防出现重大险情 当地下午将防信应急响应年升两级 去到最高级别 格林省同样下暴雨 部分乡镇出现灾情 救援队五陆续进入灾区 已经救出过万人 华北地区方面 超过120万人受灾的河北省 部分灾民已经入住临时安置中心 而部分促制洪区正是展开清理 政府说这里并非是官方景点 也都禁止落水 早前已经在入口加设大杂和铁丝网等 不过有游客破坏之后进去玩 重庆多个考生涉嫌在公务员考试当中出猫 被取消成绩 当地近日公布全市17个院区 公务员公开招聘筆市的成绩之后 有网民发现 奉道远多个考生的筆市都考获140分或以上 大幅抛离其他的考生 而其他院区的最高分就是120多分 认为有人出猫 奉道远当局随后证实 发现有考生出猫 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最新的成绩单当中 显示有8个考生因为遗迹成绩被取消 内地一个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 女志组的总决赛的时候 浙江女蓝输给山东女蓝33分 但就赢得冠军 而山东队就屈居亚军 引起不少争议 主办方解释了原因 一起听下 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 女子早前16强决赛 近日在辽宁举行 早前已经7年胜的山东女蓝 在星期三的总决赛再下一成 以96比63大胜对手浙江女蓝 不过到酸毒赛果的一刻 就令到不少人戴电眼镜 第二名山东城U67渝平反 besl队 第一名 mungkin 中国女蓝赛 managers 山东女蓝做席是女神 而球队当中有女Flgqxs 三項成績來做綜合評定 而山東女藍在其餘兩項成績排名比較後 就算比賽得分排第一 都無法成為冠軍 不少球迷對賽果感到不滿 認為評分準則奇葩 結果只冠為押 有內地傳媒評論認為 在賽場上判定冠軍的標準 就只有根據入球分數 如果再加入其他的標準 是不尊重籃球運動規律 亦是人為地製造不公平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穎報導 東方航空近日接收了 第二架國產大型客機C919 今天兩架客機 第一次在同一日 執行上海往返成都的任務 今次是C919第一次開啟商機商業運營 據了解 C919執行上海到四川成都航線的往返航班 分別是MU-9197、MU-9198和MU-9189、MU-9190 每逢星期一、三、五日 航班的數量增至每日四班 其他時間每日執行兩個航班 預計今年東方航空還會引入三架C919 將會逐步拓展更多航線 這一節是中國先說到這裡 回到最後一節新聞先看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今天收市 下部19,539點升118點 全日總成交大約有1144億 歐洲故事方面 倫敦富士100指數跌36點 巴黎Cat指數升不夠1點 德國Dex指數跌87點 看看其他消息 相隔四年機管局和勞工處 再次舉辦職業博覽招聘6000多人 有內地人知道本港聘請勞工 特地來碰碰運氣 本港全面伏償 航空運力預計到年底 恢復到疫情前的八成 但人手短缺問題一直未解決 機管局早前預計 仍然差近25000人 勞工處聯和機管局 疫情之後首次复辦大型招聘會 超過50個機構參加 一共招聘6500多人 不少人到場找工 包括剛剛畢業的他 空中服務員 國泰、快運或者香港航空 都是基礎香港的 可能COVID炒了很多人 所以現在可能請回多些人 可能機會大一些 我搞了一個保安程 所以上去試一下 會高好幾千元 然後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港府早前容許航空業 輸入大約6300個勞工 但相關公司需要透過 內地勞母公司聘請 有內地居民不清楚計劃詳情 以為可以即場建工 有公司為應徵者即場面試 不用兩個小時已經成功請到十幾人 7月底就審議了 import labor applications 我們HR那邊都是全力以赴 希望Skin那邊 拿多些Coda回來 但我們都希望多些鼓勵本地的 多些員工就業 還有promote香港 香港快運也都在博覽設攤位 目標聘請300個空中服務員 和文書職系 香港現在完全起飛 就可以招攬多些 之前沒有機會探望我們航空業 年輕有創意的 找工作的同事去參與我們 機管局在今次的職業博覽 都會請300人涵蓋不同的工種 並且現場設有三間獨立的面試室 方便他們可以即場請人 無線事記者 劉仲玉報導 颱風卡路吹襲日本沖繩 造成最少兩死超過60人受傷之後 氣象聽警告 卡路的威脅還未解除 煙尾大島對開海面 早早再次翻起巨浪 市面風勢強勁 不少商鋪提早關門 交通亦都受到影響 有旅客滯留 日本氣象廳說 卡路風速達到每小時126公里 早前掠過沖繩之後在東海徘徊 一度沒有移動過 目前已經改變移動路徑 預測再次吹向沖繩和煙尾地區 形容是不尋常的風暴 將會持續帶來狂風暴雨 早前卡路吹襲期間 沖繩一度有三分一的住戶停電 部分在星期五仍然未恢復供電 部分地區的食水供應也都未恢復 當局要為居民提供食水應急 按照預測路徑 卡路掉頭向東之後 會進一步向北移動 逐步吹向本州 在台灣隨著卡路逐漸遠離 氣象部門清晨5點半解除陸上颱風警暴 但受到惡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